顾承泽 你以为你是盛宏集团的总裁 你就了不起吗 你只是顾家的养子 而我是我爸的亲生女儿 我哪点配不上你 是我配不上 顾承泽 你果然是个混蛋 小姐 你是 我是黎晏书 这 这跟照片上完全是两个人的 完全不像啊 照片上那个是我妈眼中的 现在你看到的才是真实的 这 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这不明板上骗人的吗 骗你的是我妈 不是我 小姐 请问您喝点什么 来一杯你们店里最贵的饮料 好的 请稍等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人呢比较直接 向来喜欢最好的 因为我是无价值宝宝 那个 咱们结婚以后呢 挡住 黎晏书 咱们现在谈结婚的事还有点早 咱们留点别的吧 好啊 那你们家有多少家产啊 你们家一年挣多少钱 你一年挣多少钱 怎么了 相亲问钱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是啊 你还真是简单直见啊 也难怪 有妻母必有妻女嘛 你知道你妈的绰号叫 靠离婚致父的女人吗 是啊 所以爱钱这个毛病是家传 李小姐 您一直都这么恶心吗 还好吧 我觉得你挺恶心的 我 我哪儿恶心了 来了这么久了 你的黑咖啡都喝成卡布区弄了 也没见你点个果盘啊 还装有钱人 谁说我装有钱什么啊 我可是黄河证券的VP 分分钟上亿的交易 哇塞你这么有钱哪 当然 可能也不是你的钱 行了行了别打扰我看天使啊 大家好 我是顾锦云 让我担任 正如同的首席执行官呢 干嘛呀 您要不舒服您就请先走 不要耽误您上亿的资产 你 你 李烈初 你 那么我要对大家说的就是 全体严重 放假三天 不舒服请让开 我看你是想吊金龟絮想疯了吧 我泼你酒 是想让你的梦醒一醒 吊金龟絮 你背后电视上的那个男人 盛红集团姓顾的 身价过亿的钻石王老五 那是我当年甩都甩不掉的男人 顾承泽 你说的是盛红集团的顾承泽吗 是你甩不掉的男人 简直信狗自谎 满嘴胡说 你这样的女人真是不要脸的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顾承泽 她不喜欢女人哪 她只是不喜欢除了我以外的女人 你 你 你是顾承泽是吧 顾先生 你来得正好 她刚才说你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你们在公众场合诽谤我 我会依照法律程序 起诉你们 这位小姐 这是我眼珠 我们认识吗 你们不认识啊 李小姐 你这儿说句话呀 刚才不是挺能说的吗 这位顾先生说人家不认识你呀 这天怎么突然间黑了呀 哦 原来是有头牛在天上飞呀 这位小姐 你不认识吗 在这儿说的 那你过来 阿泽 你好没有良心 就算人家当初赏了你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只 你的豆腐吃够了吧 你再这样 我也喊了啊 一 二 三 四 顾 六 七 八 九 十天之 十二 你到底是什么人 神经病 你要是在撒谎 怎样 这就有法律责任啊 百家信上我最讨厌的一个字 就是顾字 你放心 我没空打理你 小姐 您还没有买单呢 这儿我男朋友买单 陆先生 你好 这是您女朋友的账单 他不是我女朋友 可是你们刚才还抱在一起啊 一共是两千一百八十八元 什么 神经病 神经病 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